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三大指数呢 在上周五同样也出现下跌 但是呢 整体来说 幅度没有中国这么大 像这个标普下跌的是21% 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指数分别是下跌 大约是1.6%和1.7% 在股市以外地区的话呢 黄金价格是上涨1.7% 达到了1350附近 而原油价格呢 再次上扬 达到了66美元附近 这也是油价第二次达到今年全年的最高价附近 一旦冲破 未来很有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是 这个美国发动了第一枪之后 导致着全球股市遭遇重创 以及呢 澳洲农业或许将会从中获利 我们知道特朗普自从上周四宣布了这个新的措施之后呢 全球股市就基本上一直是在下跌 不仅仅是由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 包括像这个恒生指数啊 澳洲啊 欧洲啊 基本上全球都在乱了 那我们之前重点关注的产品像A50 澳洲200和道琼斯指数 恒生指数也出现了很大的跌幅 那么像这个之前 我们知道二月初第一次下跌的时候 我本人并不是很担心 由于第一次下跌速度很快 而且在当时呢 并没有一些导火线 但是目前是第二次出现下跌 第二次的下跌就会比第一次问题严重很多 我们从图形上来看 比如说我们后面看到这个是A50图形 目前的A50图形的走势 其实已经跌破了一个关键的日线支撑 我们看到这个呢 是上周五第一天收盘是跌破了长期的均线 那么如果这个价格在三天之内回不上去 A50很有可能将会遭遇更大的下跌幅度 同样的是呢 这个是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我们看到在二月初的时候呢 曾经在两天有过当天爆价的时候呢 是跌破了均线 但是呢 最后收盘都是收在均线上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在上周五收盘的时候 收盘是跌破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均线价格 所以说我们如果就算是非常保守一些 A50和这个道琼斯指数 如果三个交易者不能爬上 爬回到日均线以上 那么则说明他们出现一个 这个叫做跌破的确认信号 一旦确认信号出现 那么下跌将会成为更大的可能性 即使是我们是全年是看涨 或者经济面上依然是看好 但是一旦出现了大的这个跳空 或者说是下跌信号确认之后 那么它至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起稳 或者是下跌两次再慢慢爬上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也就是说在几个月之内 很有可能中美股市将会进入 大级别的震荡和调整 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股指方面 我们知道呢 通常来说啊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打开一扇窗 像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纷争 有没有可能 我们说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行业 会从中获利 就像十年之前文川地震的时候 当时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做帐篷的股票出现了大涨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出现了天灾人祸之后 帐篷的订单会急剧增加 那么这一次中美两国之间 开打贸易战 有什么行业或者有什么国家 有可能会因此而得益 我们看一下相互制这个产品中 增加关税的名单 可以看到呢 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大豆 实施了这个关税的 额外关税的惩罚 那么美国的大豆进不了中国 或者说价格贵了 那么是有什么 做其他的替代品的公司 能因此获利呢 在上周五中国股市 普遍下跌的情况下 只有农业行业 特别是中国的大豆制造商 上市公司是上涨的 而且呢 我们从这幅图上也可以看出 自从美国宣布了这个政策之后 大豆的价格从原来的下跌 一曲连续出现上涨 连续出现上涨 那么现在大豆价格 如果再涨一天到两天 则完全有可能会走出之前的一个下跌行情 所以说我们这个呢 只是一个抛砖引运的举例 意思呢 就是告诉大家 在任何的新闻背后 在任何的事件背后呢 我们也应该能看一看 是不是能找到一些商机 是否能找到一些投资的方法 这个呢 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 这个经验之下 好了 今天我们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资 就说到这里 在今天晚上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 基本上呢 在12点之前没啥事 但是从美国时间 或者说澳洲时间吧 在星期二的早上 凌晨3点钟开始 一直到明天早上10点钟之间 美联储会有三名官员 连续出来讲话 因此呢 预计会对美元 以及美股走势 造成较大影响 大家需要小心对待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